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在淡水区的中山北路二段与新市一路附近 不少民众都会发现近期有许多的施工三角锥 以及施工围里正在进行人行通道的工程 而这些工程一做就是好几天 区公所表示由于当初在设置淡海新市政规划都市当中 并没有规划无障碍的设施 因此区公所配合市政府将要把中山北路一段到 二段附近的路口人行道统一施作无障碍波岛 淡水中山北路二段与新市一路附近 不少民众都会发现近期有许多的施工三角锥 以及施工围里正在进行人行道通道的工程 而这些工程一做就是好几天 对此淡水区公所表示 由于当初在设置淡海新市政规划都市计划当中 并没有规划无障碍设施步道 因此区公所配合市政府将要把中山北路一段到 二段附近的人行道统一施作无障碍波大 新市政周边的人行道有些都已经破损了 甚至有些无障碍设施也不足 所以我们今年我们跟新北市政府合作 针对周边的一些主要的人行道做一个整修 那同时呢当然也会有一些管线 我们希望说管线单位他有在没有照规定设置的 来做一个迁移 所以这段时间可能有民众会看到说 为什么说同样一个地点 然后挖了以后没多久修补了 然后又再挖 就会有这种状况 另外区长也提到最近在中山北路 也进行好几个星期的道路开挖工程 原因是因为目前许多管线单位 并未依照规定买管 也要求这些管线单位必须改善 因此造成许多单位在不同时间 开挖马路造成通信不变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管线单位 以后能够联合起来 同一个时间做开挖 才不会有造成让民众误解 说浪费工厂的行情 当然我们希望说 借由这次的整修 让新市任周边的人行道 能够更平整 然后无障碍设施能够更好 让行人能够走在一个 舒适的人行道上 区公所表示 对于开挖马路的部分 也要求管线单位 一定要在开挖前 能够整合在同一个时期内 进行工程 希望借此减少对于民众的通行影响 记者许多姨 在水采访报报道